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之开心继续坐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有一位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嘉宾 突然间出现 之后就杀过我们操守不求 但是我们也要事先的准备 幸好我们又有两位我们的临时小主持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Kate 大家好 我叫Alan 我们来自IMC Sunday School 非常之好 我们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 这位导演阿希 Hello 你好 小心 不如你分享一下你写故事的经验 给他们 首先你这么小的时候 可以不停地练习 不停有很多东西可以试 我小时候无论画画 无论写东西 都会有一些很负面的评价 你回来吧 你不要想太远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不停地有这样的框架 去告诉我 你不要想太远 或者你不要做一些 和大家认知的东西 如果你们小时候有学画画 其实你们都会经历过 那天一定是蓝色 那天一定是白色 那当时我做了一个紫色的天 他们就会问 我为什么天是紫色的 我真的在我家门口的窗 看到天是紫色的 真的有的 因为天是可以很多颜色 有时我们在接受的原本教育 其实有很多都是困死了 我们对事物 对现实的一些看法 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或者觉得写故事很难 我觉得更加要突破 更加要去信 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幻想 是可以变成真 有没有想过 你不做电影之后 你会做什么 除了文字创作 或者会否真的 跌倒在另一个范畴 有没有想过 有一个转换的想法就是 我会继续做电影 但我不会只做电影 我会叫麦希恩 和麦希恩 另一个组织 叫做Dumb You 我们会做一个叫做Doing Brand 就是D-O-I-N-G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想不到第二个形容词 去形容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不仅在做电影 因为我们又有歌手 又有Entertainment Value 又有可能会似乎出书 这一大堆东西我们叫做Project 但Project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 或是会变成一件东西 但我感觉上 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是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这个事情 就将一个动词变成名词 叫做Doing Hairwood Mac Doing 和Dumb You Doing 我们就继续做 就是我们在做我们想做的东西 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是 以前常常会想 我不做电影可以做什么 但现在已经不想了 因为你可以Doing的事实太多 或者需要做的东西太多 生命很短 如果想完成了 你想眼前定下的目标 其实我想也要十年 最起码 对 其实做事做到会 对 一路不停拿干你 一路不停用准备时间 不睡觉 或迫迫迫迫迫 但是 我刚刚之前也被人问 原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那样东西 有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很容易很容易想放弃 因为现在我做的电影工作 是说我休息时间不够 我吃饭时间瘫到 然后我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心 永远你的梦想 就会担着一大堆现实问题 如何去实践自己的梦想 我试过真的 我一天吃一餐 或者甚至不吃 没错 甚至不吃 因为想省钱 因为我要搭车去开会 我搭车去开会 我可能搭一个九元九个半的巴士 每一天就尽量洗那九个半 然后做柴餐厅 有做过卖朱古力 还有咖啡 直到现在 我的冲的咖啡都很难喝 因为你其实不懂得去做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去学 学的原因是因为 唯生 唯生 除了创作这个工业之外 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都做到的 雖然茶餐厅打碗了很多杯 但别人都可以的 都会接受你 但是在维生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都看到很多生活 很多不同人物 你一间餐厅里面有很多人 其实那些东西 累積了就会变成我之后的创作 我有很多的剧本故事 其实全部都是来自我去做part time 我不能够靠剧本维生去创展的时候 我就去做part time 去拿这些灵感 就是做我们这行 刚刚入行的时候 其实所有东西都不稳定 每个东西都说有收支紧迫 时间又长 通常这些爸爸妈妈一定会有很多话说 而且极度希望上 想 女儿你不要做了 你转个地份工 其实一定有 因为大家对于电影圈的概念 好像很复杂 然后你会不会被人欺骗 尤其是我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可能最初两三个月都不知道自己是收什么工 但每一天都开零四零六 然后可能花三十六个小时才回到家 都不知道何时才是休息 何时才是真的 没有完全懂得去分 那两三个月的生活是如何 但我只是很全程头 我由这样去写剧本做制作特写 当时的心情就是 我不怕自己被人欺骗 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 我是零的进入这个行业 我能够带走的东西 如果不是工资 就是那个经验 就是我学到的东西 我在现场里看到的东西 而且小时也会有一个对电影的好奇 以及盼望 當你真的看到燈這樣升起 然後攝影機拍攝 你會覺得那件事是很有熱情 你會不再去想生活暫時 但當你每天收工後 你媽媽 爸爸就會問 究竟何時才知道你收多少錢 究竟你會做多久 他們甚至乎初初時會提出 你過了23歲 你沒有任何事發生 沒有任何事做到 你就不要做了 死命都要拍第一部電影 拍了第一部電影《烈燈空》 就算我拍了第一部電影 我去過電影展 我又去到… 不是很多電影展 但我會一個人帶著電影 去了美國 去了溫哥華 去了法國 但到最終回來 其實在香港沒有人認識你 也沒有人繼續找你拍戲 那怎麼辦呢 那就去做茶餐廳 賣朱古力 賣咖啡 那段時間我媽媽就說 不如你找一份長工吧 因為如果你找一份長工 你做一個 製作家的藝術廳 但其實你收了兩三萬元 一個月 其實你可能會沒有那麼辛苦 那不行 我真的很喜歡寫東西 很喜歡做 嘗試他又給你一個限期 就是25歲前你一定要做到一些東西 那究竟怎樣做到一些東西呢 即使我多努力 在25歲前我拍攝了一部電影 那我就拍攝了第二部電影 但在他心目中 那種不穩定 那種折磨身體 那種 這一天有飯吃 那天沒有飯吃的感覺 是很不安全的 對於一個傳統的家人來說 其實他們不是反對你 他們只是擔心你 他們只是愛你 那面對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你要自己去定立一個目標 去嘗試令他們安心 我盡最大的努力 就算我不可以每個月很穩定給家用 我兩個月給 兩個月給回到之前那一月 對於家人來說是一個穩定 我覺得你是能夠生活的 其實他不太在乎你 他真的給他這麼多錢 但他最喜歡在乎你照顧自己 你能夠生活嗎 我很記得我爸爸有一個經歷 我爸爸接我去開工的經歷 就是那裡的車是不能進入 他就說我在這裡放下你 然後就要上一個斜路 我要自己走上去 然後他臨走的時候 他轉頭塞了500元給我 他說這裡很難走 你坐的士出去 然後我一直走 斜路一直哭 一直哭 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為何自己這麼自私 為了自己做自己的夢想 會令家人這麼擔心 所以之後就有一個很大的決心 要去改變這個處境 就是我起碼要令他們不要擔心 以及大家都能夠生活 會否有哪一件事 可以告訴他們 如何提升他們本身的自信 即小朋友的自信 其實他們也會有自信 只是害羞而已 對 只是害羞而已 我覺得家長有一個責任去理解 其實每一個小朋友的成長 都是要同群體生活 他們都是要去融入社會的縮影 即學校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當你在成年人世界裡 如何與人相處 如何去生活 其實就影響了你小朋友 如何去看世界 我經常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過濾一些 很目標為本 或者很功利的想法 去教育小朋友 而是很純粹地讓他們發展 音樂 創作 藝術 文字能力應用 或者一些文學的東西 讓他們吸收多些關於文化的東西 我們將來會培養出來的 不僅是心裏想 我事而有成的定義 一定要八十萬年生 一百萬年生 用錢去衡量 而是我們可以寫到一個好的作品 我們可以拍到一個好的電影 或者我們可以朗讀一首詩 朗讀得很好 其實那也是一個成功 那也是一個成功 很感謝今天 抽了一點時間來 和我們分享了那麼多東西 聊了那麼多時間 沒錯 我們應該是送禮物時間 這個就是我們四班同學的簽名 哦 好漂亮 有沒有什麼祝福給阿希 謝謝 那沒有 你有幸福的生活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好 你真的很好 謝謝你 很多禮物收 謝謝 那就非常之多謝 又是那句了 那就很快就見了 好了 拜拜 I wish IMC Sunday School happy everyday I wish there are more students on IMC Sunday School 10th anniversary